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嘛 他们到80年代又重新开这家店 然后慢慢的就是从老街上签纸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留下来的都还是以前的工艺 俗签工艺呢就是把开水混入糯米粉 然后先揉打成签 然后再把它揉进面粉 这样子做出来口感会更大的细腻 筋道一点 老传统的话一般都是豆沙馅 青菜馅和萝卜斯馅 红豆馅呢我们在常州有一个说法叫细俗 会用洗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要把红小豆熬制成糊状 然后再用筛子把它筛出来去壳 我们再用以前破面粉的那种面粉袋进行揉搓 然后把水分沥干以后加入猪油和糖熬制 这样子的话口感更加纯厚细腻 当地的青团 它的外皮就是用麦叶捣碎之后提炼出来的质 它是一种天然色素 清香碧绿 而且入口回甘非常好吃 我们蒸团子的时候它有那个蒸汽散发出来 大家对生活的期盼就跪结于发财呀 蒸蒸日上啊 事业有起步啊这样子 白白胖胖地摆在那个地方用门板固着 然后这时候就轮到我们小孩了 我们小孩的话就喜欢抢着去点红 可以消灾然后保平安